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晏阳 在侠探简伏之中饰演赵和欢 能不能介绍一下赵和欢这个角色 不可以 我正在享受成为大侠的感觉 山贼更大条一点神经 在山上战山未亡 后来因为认识简伏之 然后对江湖有一个新的认识 对大侠有一个新的认识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兄弟了 可以把你的简伏之 然后一路走下来 看到简伏之的才华 不费学会之力 不靠武功 就可以做一个这么优秀的大侠 心心生气 谁要是敢动我兄弟 先问问我手里的大刀 先生 先生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猜得好了 我知道你一定能行 其实赵华也在学习 他也其实尝试去谈 谈谈 我已经替你解开了 你身上的骨毒 我也能帮你解开 凶手 我也知道是 但是 他谈的那些案 他说出来的东西 全是错定 你是个聪明人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现在去 就是白白送死 你应该知道他是白白送死 那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不管吗 我是你兄弟 我不能让你去白白送死 你要想去 先滚我去滚 那天我俩很奇怪 全景的时候 中景的时候 一对眼 就不行了 眼泪止不住的我还流 特别难受 感觉我真的要失去这个兄弟 替我照顾好姐兄 从此我们各安天命 马车里私底容春 我留给你了 他就是有话只说吧 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明面上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喜欢你 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我为你好你理解不了 我宁愿离开你 我也不想去 做伤害你的事情 我怕疼啊 没了 你要不再多吃点呗 不行了 能给我看到结架 不算成蛋 你现在关注你 进去风大起小心 不能 自然在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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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